这是高斯中复制能力最强的一头怪兽 他不仅能提取出奥特曼的DNA基因 还能进行一比一的复制 让人类凭肉眼根本无法分辨出真假 近日在一所大学内 连续发生多起古怪的事件 有不少目击者称 看到了和自己长相一模一样的人 而此事引起了防卫队的高度重视 并派出武藏和风吹队员前去调查情况 可他们使用探测已找了半天 还是一点线索都没有 这时风吹队员认为是目击者晚上眼花 不可能会有长得一样的人 正当他们准备返回基地 突然不远处传来尖叫声 武藏和风吹队员急忙跑了过去 发生了什么事 那个 风吹队员目瞪口呆 他不敢相信居然真的有长得一样的人 眼看对方就要逃走 武藏和风吹立刻追了上去 他们跟随探测仪的指引 一路来到附近的生物研究所 并发现电波信号消失在这里 此时里面的科研人员正在准备实验 只见教授加大能量 隐时居然传出痛苦的哀嚎声 而武藏和风吹发现 这和刚才消失的电波信号一模一样 不仅如此 那名逃走的女子竟然变成了一只虫子 仿佛和陨石产生了共鸣 画音刚落 两人把陨石的资料带回了基地 让队员们进行分析 时间临近下午 那只虫子爬在树上伺机而动 他看见教授路过这里 立马落在他身上 下一秒 虫子开始提取教授的DNA基因 教授以为自己被蚊子叮了一口 便没有在意 画面一转 虫子变成教授的模样返回了研究所 并一拳打晕了旁边的助理 然而虫子望着眼前发光的陨石 脸上流露出急切的表情 他想要砸碎玻璃 带走里面的陨石 幸亏风吹队员及时赶到 阻止了他的行为 虫子发现自己的身份被识破 吓得连忙后退 可他不小心碰到了夜化瓦斯的开关 吸入大量夜化瓦斯的虫子 跑出来研究所 然后在大街上变成了一头怪兽 收到消息的防卫 对火速抵达现场 他们释放一只弹试图控制怪兽 可前两发全部被怪兽的走位躲避 好在第三发导弹命中 让怪兽停止了暴走 接着队员们发射雷射网 准备将其抓捕 但怪兽听见陨石的呼唤 他立刻变得狂躁 挣脱了束缚 五脏察觉情况不妙 他拿出变身器 化身高斯奥特曼登场 可怪兽对高斯根本不感兴趣 他朝着研究所走去 想要带走陨石 高斯见状心理产生了疑惑 他不明白怪兽 为什么对陨石如此执着 但为了保护人类的安全 高斯一直拽着怪兽的尾巴 阻止他过去 另一边 基地分析出了调查结果 他们发现陨石里面 有个未知生命体 这时风吹队员突然想到 怪兽的电波 和陨石的电波一模一样 于是他明白了一切 原来那只怪兽想找的 是在陨石里面的同伴 你看 陨石里的生命体 发出了电波 再向怪兽求救 与此同时 高斯接二连三的阻拦 彻底惹怒了怪兽 他狠狠刺进高斯的胸口 抽取着他的DNA基因 下一秒 怪兽居然变成了高斯的模样 双方大战一触即发 两傲交战在一起 完全分辨不出真假 只见他们打得有来有回 谁也不服对方 可就在这时 那个战伙是冒牌货 高斯轻蔑一笑 他使出满月光波 将对方变回原本的模样 而此时风吹队员 带着陨石来到了现场 这是你的同伴 我把它还给你 听到这话的怪兽停止暴走 然后化作一道蓝光附着在陨石上面 队员们低头望去 看见有一只粉红色的虫子 向他们撒起了狗粮 故事的结尾 众人明白了一切 原来陨石是两只虫子的家 在坠落到地球的时候 宫虫意外从里面掉了出来 所以他一直在寻找母虫的下落